為了吸引多些旅客來香港 政府真是不遺餘力 旅法局定期都會配合節慶和大型活動 去舉辦無人機和海上煙火表演 對 之前以太平清照和端午節做主題的 無人機表演真是叫好又叫做 接下來中秋節 靜一夜晚都會有無人機表演 這些無人機不單好看 更好玩 因為它是一種新興的運動 說起無人機, 你會聯想到甚麼呢 是航拍還是海濱盛事表演呢 其實近年無人機技術 已經逐漸攝足到不同的創新應用領域 其中一樣就是… 新興運動 香港無人機運動總會 是由一群志願者成立 和營運的非牟利組織 會長Andy可以說是這門運動 能夠在本港山根發芽的重要推手 Andy, 你好 無人機運動分了多少類 最主要分了兩大類 就是戴眼鏡 就是FPV競速無人機 簡單來說就是要鬥快 進入中尼城比賽 另外最新的城市運動 就是無人機足球 意義就是大家可以踢足球 只不過是用手操控遙控 然後大家互相比拼 那無人機運動入門的門檻 有高不高的呢 其實不高的 坊間以為例如航拍無人機 例如拍片或大家去拍照 而無人機運動 其實為何門檻不高 因為大部分現在的工具 很多學校都在學習 所以身體來說已經很普及了 而無人機足球 也已經入選了2025年第15屆 全運會的群眾賽事活動 無形類比賽項目 在香港這門運動 雖然還是處於起步階段 不過在總會的努力之下 已經有不少中學 將這門運動結合STEM教育 期望能夠激發學生的創新思維 無人機足球運動是怎樣玩的呢 其實無人機足球 一隊有五個人 五個人也有不同的任務要做 例如我們叫做進攻手 負責就是操控自己的無人機 去進攻別人的龍門 只要穿過別人的龍門就會得分 既然要穿過龍門 我們會有防守的球員 以及我們會有中場的球員 至於我們防守出幾個人 進攻或協助進攻 甚至中場控制的人員 就要看視乎每一場 對手是誰 怎樣鋪排 戰術如何 我們會處理 我看到後面的場地是否需要有的設備 其實你會看到後面的一個 是我們一個小型的比賽場地 就是給一個小型的無人機足球 去作為比賽 另外國際賽事的位置 我們會做一個比較大型的場地 去作為比賽 玩這個無人機足球運動的指正關鍵是怎樣 很多人會覺得 這些科技運動好像賽車 只要有一部好的賽車 或者有一個好的無人機足球 很快、很強的話 我們就會贏 但其實不單止 我怎樣去用戰術 怎樣去了解對手 從而打一個合理的戰術出來 做到我們想要做到的事 所以這就是我們自正的關鍵 這間中學早前更加在14支參賽學校中 突圍而出 贏得香港中學無人機足球運動比賽冠軍 而平平就是冠軍隊的其中一位成員 本身是否對這方面都有興趣 還是沒有的 聽完之後才有興趣玩 本身很少都聽到這件事 而且對這些事也不會有太大興趣 自從玩了之後 就發現有很多樂趣 例如我們第一次去韓國的比賽 就見識到一個很大的場面 就跟比奧運的開幕式典禮 無人機足球這個運動 最吸引你是甚麼地方 我相信是每一場比賽 我們專注地投入比賽中的 每一個細節位 例如你不過意失誤了 可能隊友就為了救你 就放棄了入球的機會 那你在團隊裡面 是負責甚麼的崗位 在團隊裡面 我是一個守門員 對 守門員 我最主要是站在龍門面前 就做這個守門員 不讓其他對手進攻入龍門 那你覺得這個運動最好玩 是哪一個位 我覺得這個運動最好玩的就是 它是一個團隊合作的運動 而不像自己一個玩自己的飛機客人 那大家都要透過溝通 去做那個戰術出來 那才可以去得分 或者做一個好的防守 讓人們沒那麼容易就有機殼性 那這個無人機足球 跟平時真正的足球 有甚麼相似 或者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只需要站著 看著那個球移動 但是平時我們踢足球 就需要自己的個人體能 還有他們很有趣的就是 我覺得共同的地方 都是剛才說的 團隊合作是很重要的 那都是要溝通 雖然沒有全部的動作 但是互相保衛 都是一個共同之處 你家人贊不贊成你玩這項運動呢 家人都贊成我玩這項活動的 他們只要我不影響成績就可以了 要將無人機運動推移廣之 要提高香港在全球 無人機技術應用中的領先地位 未來還有不少難關要克服 很多人都覺得在一個非法活動 大家都沒有地方去飛 那是很難有進步空間的 還有第二就是 雖然現在全民會已經確立了 奧運會有這個運動 但是大家都不覺得 無人機是有運動的東西 需要很大力度 要政府去進去支持 還有第三最重要的 就是說譬如一般 很多家長都想讓大家去 小朋友玩無人機 大家聽到原來要登記不合法 無可忽然有抗拒 配合來說 我們西法總會需要正確的配合 讓大家知道原來玩無人機運動 是安全的、合法的 還有其他任何運動就差很遠了 天氣反常 日本都暴雨成災 處處水浸 近年香港每逢打風下雨 大家都很擔心會不會又水浸 Ginnie 我知道你住村屋 會不會隔外注意 都會的 大家都會看看渠有否塞 有發現就立即通報 有些鄰居甚至會預備定 沙包擋水板等等 接下來可能8號風球 我就去了一些水浸黑點 看看街坊怎樣說 近年極端天氣頻繁 每逢暴雨鄉郊地區 都會出現水浸問題 情況不容忽視 政府指 過去五年 渠武署在香港地區 一共收到150宗水浸報告 而在水浸事件中 漢郊地區的居民更加大受影響 這裡每逢暴雨會不會有水浸問題 有 田芯裡面 是怎樣的情況 浸到下不出來 下不出來嗎 是呀 田芯裡面是下不出來的 水浸水位有多高呢 如果太大雨也是這裡 就是在河坑邊 會不會家裡受到很大影響 有的 家裡也浸了 浸不是入屋 浸到屋 不是我 不是我 他們的街坊回來說 哎呀 我水浸出不了你 可否形容一下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這麼深水 一個海 那時候你在家裡的時候 整個海在家裡 你那時候心情是怎樣 那便籌劃一下買個新的東西 可以做就是這樣 是否全部家屍不能用 不能用 你的床和梳化全都濕了 附近可能很多的倉 把地上填了 塞了漆 變成他們低了 填了之後 那些水就經常去不及就浸了 那有沒有說他們 有沒有怎樣預防呢 沒有預防的了 解決這個問題呢 不是 就是跟政府部門說 叫他們改善一些渠 或者有時打風下雨 你自己弄沙包 擋一下 曾經我們處理一個個案 在這裡 他們本身在一個相對比較低的地方 但平時的雨水量也不會水浸 但平時在政府清理這些周邊環境的情況下 就未必做這麼多 例如剪草 或者剪草 雜物在渠蓋上也沒有一些風蓋物 所以樹葉 雜草就會積在這裡 當大雨 洪水一來 就會一次過將它衝去轉折的位置 造成一種淤塞 但當一個大雨或水浸發生頻繁的時間裡面 我們知道特區政府沒有這麼多人手和車 或者港島鄉郊地區也會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這些來得快去得快的水浸 變成滋擾了我們的村民也有十年八年 可否帶我們去看一看雨室渠的位置呢 好 一起走 當日有村民通報說好像有水浸跡象 我們馬上趕到現場 就看著剛才那個底部U形的位置 水慢慢是肉眼可見的速度上升 每幾秒就上升一厘米 我們立即知道不對勁了 然後我們立即去尋找那個雨室的地方 對比這個渠位的交接點 立即打電話給特區政府的渠務署 希望它調動一些機動的小組 我們說雖然沒有水浸 但是如果再多一陣不來的話 損失會非常慘重 因為政府那時候的暴雨 我估計都會持續一個多小時 大概十至十五分鐘左右就去到現場了 他們就有四個大隻佬 就下來拿著一個鐵筆勾的器材 將那四個大的碩士莊勾起來 然後就拿一些器材通了 其實很簡單 我看到一些樹葉 淤泥 可能有些垃圾 一刮了之後就看到那個水位 它的水位就慢慢開始下降 其實我們平時看到的水浸 通常會去到大概三吋左右 但是嚴重地上來都會去到這些腳瓜位 但是就算這些洪水或者水浸 離得快去得快也好 村民的損失優帶 那時候的水位都曾經升到大概四吋至八吋 所以在裡面的村民 跟我們反映說有些的器材 電器都沒有辦法 都損失了 而且還有一些村民就要去處理清潔 還有很多的淤泥 很臭的淤泥 跟著水進入了屋 這一部份他們比較困擾 究竟有些甚麼方法解決 又可以舒緩到水浸問題呢 例如在這個地方 給錢給村民去處理就最快的 有些村民看到雨室怎樣處理 知道那個人通渠 我曾經見過那些村民 不如給你少錢 你有器材幫我打開它 立即清潔 所以這個情況又大 但這些並不是特區政府許可的行為 所以我認為政府可以考慮多些跟鄉市委員會合作 他們非常清楚當區哪個地方水浸 那個雨室的位置在哪裏 所以在於日常處理和清理的工作做得好的話 水浸亦都得而舒緩 我們都知道特區政府最近 你都看到一份文件出來 還說在全港的大型的治理水浸的措施裏面 他們都下了很多功夫 例如找很多AI的設施 我不是說反對它做AI AI是好的 純粹是因為你AI 你是發現多個地點 你始終在清理那裏需要人類和資源 我們希望在這方面 能夠借你的口 借你的節目 去跟特區政府說一下 考慮一下這些方式 調整一下制度 令到資源用了之後 可以更加有效 防控工作要做好 防風措施都一樣 現在已經掛了三號風球 但有機會會掛更高的風球 大家都要留意最新的風暴消息 至於報料 可以WhatsApp我們 6896-0931 明晚繼續一線搜查 近日有消息跟我們反映 在將軍澳區近彩明一帶 不單止失滿了廢節的單車 還經常有違拍的情況出現 他擔心不單止會破壞使用 還會影響環境衛生 將單車停停停的地方 或者違反單車停停停的條例 這些違拍行為 阻塞道路固然令人煩惱 但長期將廢棄單車佔用拍位 所引起的衛生問題 更加叫人頭痛 感貼時事一線搜查 中文字幕提供 對於測試選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